中义高级华文单元1 一个蛋 两个蛋 三个蛋 开学了 中义假班的班级老师是赵老师 他非常特别 就连给同学们布置的作业都与众不同 鸡妈妈孵蛋很辛苦 父母养育孩子也很辛苦 为了让同学们体会父母的辛苦 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赵老师让每个同学随身带一个鸡蛋 坚持三天 在这三天里必须蛋不离身 得让他有人的体温还不能把它弄破 同学们很兴奋 马小跳兴奋之余却有些担心 如果我孵出小鸡怎么办 同学们听了都笑起来 但马小跳没有笑 他是真的担心 赵老师见他不是在捣乱 便说三天是孵不出小鸡的 还说只要鸡蛋三天不破就会奖励他 马小跳很少得到奖励 老师的话瞬间让他变得兴致勃勃 第一天 马小跳把鸡蛋放在衬衫里面 贴着肚皮 好像母鸡孵小鸡一样 还时不时用手摸一摸 没想到他去上厕所时 在走廊上跟别人撞在一起 鸡蛋破了 他的身上沾着黏糊糊的蛋液 十分狼狈 当他回到教室 所有人都知道他把蛋弄破了 灵桌路漫们带着讥讽的口吻问他 马小跳 你的鸡蛋呢 有什么了不起 马小跳有些恼火 我明天重新带一个 你不能带 路漫漫说 赵老师说了 鸡蛋三天不破 才有资格得到奖励 我偏带 我偏带 马小跳赌气地嚷道 第二天 他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把蛋层层包好 放进裤兜 这样果然安全多了 上完四节课 鸡蛋还是好好的 可是 在放学离开教室前 他忽然发现裤兜扁扁的 鸡蛋竟然不见了 同学说他没有责任心 马小跳很不服气 心想 谁说我没有责任心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 第三天 马小跳还是把鸡蛋放在裤兜里 但是 用别针把裤兜口别了起来 他想 这下子鸡蛋想跑也跑不掉了 上课时 他不时摸摸裤兜 确保鸡蛋还在 放学前 马小跳的鸡蛋居然完好无损 赵老师又惊又喜 马上表扬了他 还让他把这个蛋袋回家送给爸爸妈妈 马小跳开心地像只快乐的鸟 蹦着跳着 恨不得马上就回到家 回家的路上 他忽然想到 得在蛋上写几个字 再送给爸爸妈妈妈 马小跳走进一家超市去买银光笔 他买了笔正要走出去 却被店员拦住了 因为他的手一直捂这桩鸡蛋的裤兜 引起了店员的怀疑 小朋友 你裤兜里装的是什么 没什么 马小跳越不说是什么 店员越怀疑 他上前查看 马小跳拼命抵挡 捂得更紧 拉扯之间 鸡蛋破了 马小跳瓦的一声哭了起来 店员有些手足无措 连忙安慰他说 别哭别哭 不就是一个鸡蛋吗 陪你一个好不好 马小跳还是哭 陪你两个 十个总可以了吧 陪我一百个 我都不要 我就要这一个 马小跳哭得更伤心了 这是我保护了一天的鸡蛋 生死朗读 瞬间 兴致薄薄 粘 黏糊糊 但夜 狼狈 讥讽 口吻 赌气 嚷 荧光笔 拉扯 手足无措 桃戏 calls 桃 桃 说 来 质 你 collecting 感谢观看